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加大隐身战斗机项目的研发力度 这对F-16等非隐身战机构成了巨大挑战 面对隐身战机的崛起 美军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呢? 事实上 除了F-16外 美军还拥有F-35 F-22等隐身战斗机 未来作战将更多的依赖于 这些高科技战机的组合部署 这一思路在当下已得到广泛认可 但在初期提出时 美国确实面临了诸多挑战 甚至一度考虑开发四 五代战机来替代F-16 美国装备发展战略的演变 始终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 从冷战对立到全球防控 再到如今的大国竞争 每一次战略调整 都深刻影响着美军装备的发展方向 作为空中力量的重要一环 武器装备的选择与调整 始终是为了适应各种战略任务的需要 F-22作为应对苏联而诞生的五代战机 在苏联解体后 尤其是美国全球战略转向反恐后 其地位逐渐尴尬 因此 在产量不到200架后 美国国防部便果断停止了F-22的生产线 F-16战机之所以能在美国空军中屹立不倒 成为一棵长青树 不仅得益于其卓越的性能 更在于它能够紧跟时代步伐 不断进行自我升级与调整 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 让F-16在美国全球战略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未来 F-16的征途仍将继续 它将继续书写 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见证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F-35这位后起之秀 虽然承载着军方及其盟友的厚望 但其研发之路却崎岖不平 由于设计上存在的诸多不足 F-35的研发团队不得不反复回到起点 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优化 这些繁琐而漫长的过程 不仅延缓了F-35成为实战力量的步伐 也对美军全球部署策略 构成了不小的困扰 面对五代战机发展的不确定性 五角大楼开始寻求更为灵活的过渡方案 试图通过一种新型战机 来弥补战略上的短板 甚至一度传出可能用全新的思路 五代战斗机取代F-16的设想 F-36王蛇战机便是这一背景下的设想之一 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严峻 随着有原电扫描 阵列雷达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 其性能相较于传统雷达系统 有了质的飞跃 使得任何试图保持半隐形状态的战机 都显得捉襟见肘 在高强度的战争环境中 即便是半隐形设计 其生存能力也与F-16 F-22等经典机型相差无几 若在投入巨资 开发全新机型 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在提升战力上 也难以与现有机种相媲美 因此 美国空军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维持现状 将重心放在对现有机型的升级与完善上 重启F-22生产线的可能性 已不复存在 而F-35项目则成为了 他们倾注更多心血与期待的焦点 对于美国空军而言 战斗机的编队配置 一直是一门艺术 起初 他们采用的是4加1的配置方案 即F-22 F-35 F-15和F-164款战机 再加上其他十种机型 以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对老旧机型加速推移的呼声日益高涨 空军对战略进行了调整 最终确定了 以F-22、F-35、F-15和F-16为核心的战斗机家族 其中 F-16作为这一家族中的经典之作 其地位尤为显赫 F-16之所以能够持续领跑 不仅得益于其卓越的性能表现 更得益于其所应用的众多前沿技术 例如 其革命性的侧向控制设计 将机动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为飞行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间与灵活性 同时随着雷达系统的持续升级 以及座舱内部先进显示系统的应用 F-16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F-16在漫长岁月中屹立不倒 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 展现出其不朽的魅力与价值 回顾F-16以及F-35等机型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 美国空军在应对全球战略挑战 与战术转变中的智慧与坚韧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这份对于卓越与创新的追求 将永远引领着美国空军 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 那么在F-16的辉煌历史长河中 它究竟经历了哪些关键的升级与蜕变呢 这要从其前身F-15AF-16原型机说起 这款机型不仅在现代空战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且背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技术创新 与不屈不挠的团队精神的传奇色彩 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深刻认识到 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核心地位 这一认识激发了美军迫切寻找一种 全新战斗机的需求 以确保在空中战场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60年代 约翰·博伊德上校与一位数学家 共同提出的能量机动理论 颠覆了传统战机设计的传统观念 这一理论不再单一追求速度和高度 而是将推力 重量比 启动阻力 异面积等多个复杂性能指标 整合到一个综合评估模型中 博伊德的这一创新理念 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共同组成了影响深远的战斗机黑手党团队 尽管初期遭遇了不少挑战和质疑 但在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戴维 帕卡德的支持下 LWF轻型战斗机项目最终得以启动 经过激烈的原型机射击竞赛和严格的测试评估 通用动力公司的YF-16设计方案 在1974年脱颖而出 不仅赢得了美国空军的青睐 还获得了北约盟友的高度认可 这款原型机凭借卓越的航程 经济的运营成本 以及在从亚因素到超因素全速域内 展现的出色机动性 成功引领了时代潮流 随着YF-16的成功 美国空军及多个北约成员国 迅速签订了F-16的购买和生产合同 为F-16的全球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8月 首架F-16Block-1成功首飞 并迅速投入使用 这批最早的94架Block-1机型 不仅成为了美国空军的新锐力量 还被分配给比利时 荷兰 丹麦 挪威等国的空军 共同书写F-16的传奇篇章 从1981年开始 尚未交付的B-2B-1机型经过升级 达到了Block-20标准 展现了美军不断追求卓越的坚定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军对F-16进行了持续的改良和升级 通过修改和增加版本编号来标识 F-16A和F-16B作为最初的生产型号 逐渐演化出 包括Block-1、Block-5、Block-15和Block-20等多个版本 满足了单座和双座的不同需求 每一次升级都致力于进一步提升战斗机的性能 包括降低雷达截面、提升机动性、加强火控系统和传感器等方面 确保F-16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 F-16的演变历程清晰地展示了技术革新和升级 对先进战术需求的深刻理解和精准应对 作为军事史上的璀璨明星 F-16不仅见证了数十年来技术的进步和战术思想的发展 更代表了人类对于空中优势追求的不限努力和创新精神 如今 F-16战斗机依然以卓越的性能和灵活多变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翱翔 继续书写着不朽的传说 Block-15的推出 标志着F-16战斗机在其演进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展现了其持续进化的强大潜力 这个版本 Block-15 不仅装配了更为宽大的水平尾翼 以提高飞行稳定性 更是F-16改型中产量最高的版本 共计生产了983架飞机 除此之外 还有接近300架早期的F-16A和B型机被升级至Block-15标准 这一全面升级 着重强化了飞机的电子系统 特别是将雷达系统升级至了最新的 NAPG-66V-2版本 从而为F-16战机的性能提供了质的飞跃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接下来的升级进入了Block-2532-40-42-50-52的CD阶段 这个阶段的升级 主要集中在新型雷达系统上 提供了对单个或多个目标的同时跟踪能力 使得F-16C地形机不必依赖预警机 便能实现超视距空战 此外 新增的夜间飞行能力也使得F-16成为了真正的全天候作战平台 虽然从外观上看 CD形与AB形相差不大 但细心的观察者或许能够注意到 CD形的垂尾根部更为宽大 前端还新增了一个小型天线 在这一系列的改进中 美国空军甚至承诺为其他用户国量身定制F-16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为阿联酋设计的F-16E F-Block-60型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美军对这款战机进行了全面的内部电子设备升级 引入了最新的NAPG-80雷达和光纤传输技术 创建了一个类似于F-22和F-35上使用的双向数据链的全新系统 此外 这种轻型战斗机的起飞重量也有了显著提升 达到了22 7吨相应的 其发动机也进行了升级 配备了F-110 GE-132和F-100PW-229A发动机 这两款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分别为14 7吨和13 2吨 阿联酋能够从美国定制到这样新一的战机 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渴望 因此 很快就有许多国家 希望美国同样为他们的空军升级定制F-16战机 为了满足这些新老客户的需要 并进一步完善自家的CD型战机 美国空军随后推出了F-16战斗机最新的升级版本F-16V 这也是台湾空军战力提升的另一个起点 F-16V在继承了F-16系列深厚底蕴的同时 采用了包括ESA有缘相控阵 维达在内的最新技术 在性能上实现了巨大飞跃 这一刻 无论是对美军 还是F-16的全球用户而言 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代表着F-16这一家族 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战场上继续进化 增强了其在未来空战中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F-16的升级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适应现代战争需求 追求技术创新的过程 每一次升级都致力于增强其作战能力 以适应更为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 F-16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赢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信赖 实现了从YF-16原型机到F-16V的辉煌转变 证明了其作为一款战斗机的长久生命力和不容忽视的战斗效能 在2022年2月28日 美国空军生命周期管理中心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集队现有的F-16战斗机进行22项重大改装 旨在显著提升其现代化作战能力 这是近年来F-16型号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升级计划 标志着这款经典战机在持续创新和进化中的心理成碑 为了这次升级 美国空军投入了高达63亿美元的巨资 以确保F-16能够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的更新换代 继续在全球空军舞台上保持其领先地位 这次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F-16装配了更为先进的APG-83有源相控阵雷达 此外更新还包括升级数据链和基载电脑系统 显著提升了飞机的计算和信息处理能力 狙击手高级瞄准吊舱的加装 进一步拓展了F-16的搜索能力和武器挂载选项 使其能够携带M120D先进空空导弹 和HM-158必增成型联合空队地防区外导弹等先进武器 APG-83雷达的引入 赋予了F-16同时进行空对空和空对地模式工作 甚至交错扫描的能力 这一性能与现役五代战机所配备的雷达相当 美军还计划为F-16单独定制一套全数字电子战套件 NLQ-254毒蛇盾 据悉 这种全新的电子战系统将从2025年末开始进入量产阶段 它将极大的提升F-16在面对多方威胁时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 同时 其轻便且异于升级的特性 也使得老款F-16能够适配这一高科技装备 从而大幅增强其适应未来战场需求的能力 这次升级不仅极大延长了F-16的弧翼年线 使其使用寿命最大化 还通过电子系统的全方位升级 大幅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和战斗力 这种坚持不懈的升级改进 正是F-16在隐身战机时代仍能保持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冷战期间到现代 F-16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可靠的表现 参与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多场冲突 赢得了全球各国空军的广泛赞议 随着美国持续对F-16的精心升级 他预计将继续在天空中扮演重要角色 甚至可能与美国未来的六代机共同作战 展现出其不朽的魅力和跨越时代的战斗力 F-16的传奇故事 无疑是航空史上的一个宝贵财富 他记录了人类不断追求完美的精神与努力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关于F-16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期待在评论区听到大家的看法 如有任何感兴趣的节目主题 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们 你们的互动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